啊!被抓走啦! 極致酷糧,能量補給 玩家戰力,瞬間覺醒 哈囉大家好,我是電踏少女人 今天這支影片要來跟踏友們分享 2021最新免費PPT簡報模板籃籃包 老實說要做這個影片 我自己也是覺得有點小心虛 畢竟如果是平常有在Follow我 與他有什麼直播他有應該都知道 我個人的簡報風格是非常獨樹一格 但是呢也相信大家應該近期有發現 我是有持續的在優化在進步的對吧? 對吧? 還是沒有? 該不會只有我自己自我感覺良好吧? 好啦,Anyway,不管有沒有 我其實真的是陸續蒐集了非常多 就是好看又好用的這種模板的網站 那我今天呢 一共整理了五個模板網站 想說就可以趁這個機會 一起來分享給大家 那這五個模板網站呢 它有一些是就是非常通用型的 然後也有那種就是韓系啊 小星星類型的 然後大多呢也都是可以直接免費上用的 那話不多說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首先前兩個呢 是我與他有士馬直播當中最常用的 分別是Cellphone跟Glide 那這兩個呢 都是你只要在他們的網站當中 輸入你自己的E-mail 你就可以直接整包下載來使用 那網站的連結呢 我已經附在影片輸出欄囉 那我們先來看Cellphone 這個模板呢 它有超多手機啊 平板、筆電之類的版型可以套用 我覺得很適合給一些APP啊 或是軟體的產品PM來做使用 你就可以直接把你想要demo的新功能 就是放在這邊來做展示 那其中呢也有幾頁是可以讓你highlight重點功能之類的 像我就比較會用在可能在做產品重點整理的時候 就可以像這樣子一點一點的去講解 我覺得就會還蠻清楚的 或是你本身是KOL 想要去做提案的話也OK 像它這邊呢 可以放上你各個平台的數據 來給廠商當作一個參考 這樣子擺出來是不是很整齊 有架式又一目了然呢 那如果你覺得太單調的話呢 其實還可以像這樣子 再就是自己拉幾個色塊出來 這也會蠻可愛的 那我相信美感這塊呢 大家一定都比我好 就只要給你們自行去發揮增添不同的感覺囉 另一個常在與太友時馬直播當中亮相的模板呢 叫做Glide 它其實是走一個非常極簡風格的路線 那用色也都還蠻單純統一的 就是黑白紅三色 那大家自己在編輯的時候呢 都可以自行再更換顏色 一開始打開Glide的時候啊 會覺得有點像在看書的感覺 像它前面幾頁啊 仿佛就是在跟你說 有分成哪幾張 哪幾個小結等等 我覺得如果是學生在做分組報告的時候 你有在簡報裡頭啊 採用這類的項目 讓老師台下的同學知道你預計有要講哪些內容的話 也會蠻加分的 然後它也有一些時間軸相關的樣式 或是折線圖啊 圓餅圖的統計相關素材可以使用 當然如果你想要就是單純的做作品的展示跟說明的話 也有不少頁可以參考 那剛剛Cell Phone有出現的手機啊 筆電裝置在Glide上面也有 而且它還多了手錶的樣式喔 非常的豐富 最後呢在Glide模板中 我覺得還有一點很棒 就是它有設計這種組員表 超級完整的 你放在簡報裡頭 就蠻有機會加深大家對你們整組的印象啦 第三個簡報網站 叫做Slice Carnival 從名稱翻譯來看 就是簡報加年華 可想而知裡頭的版型一定是多到不行 這個網站裡頭的簡報模板 全部都是免費而且可以商用的 最上方它會列出幾個比較熱門的類別 點擊進去之後 你會看到這個類別有哪些的模板樣式 那找到你喜歡的之後 點進去還可以看到是誰設計這個模板的 那整個模板呢 它用了什麼概念 或是適合哪些族群來做使用等等的 都可以直接一目了然的看到 然後呢你也可以在這邊 就是稍微瀏覽一下 這整份模板裡頭所有的樣式 你確認想要使用的話呢 只要按下下載就可以囉 那我覺得這個網站還蠻貼心的地方 是它都幫你做好分類了 有針對主題啊樣式 甚至是顏色來幫你做選擇 很小看到有用顏色區分的耶 這點我覺得蠻有趣 那身為綠色控 就給大家看一下有哪些綠色的模板吧 主題的部分呢 則是有包括藝術類、美食類、醫療類 樣式的話 你就可以看你自己是比較喜歡簡約風 可愛風或是比較專業感的感覺 有了這些分類之後啊 相信應該可以省下大家不少的時間 就不用在茫茫的簡報海中花時間找啦 第四個呢是Slice Go 它裡頭算有一些是需要付費的 但我必須說 Slice Go 真的是我今天介紹的 五個模板網站當中 我自己私心最喜歡的一個 不過它有一點比較小可惜的地方 就是你在註冊完之後啊 它每個月只會有 讓你十個免費下載模板的扣打 超過的話呢 就需要額外再付費 所以大家記得要下好離手啦 打開Slice Go 一樣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多種分類 也是有分成顏色啊 風格、主題讓你來做選擇 那往下滑的話 如果你看到這些模板下面有顏色符號呢 就代表說這個模板 它有這些不同的顏色主題可以替換 我覺得還蠻直覺的 而且Slice Go 啊 它有很多樣式都打中我的喜好 我自己就很喜歡那種幾何啊 線條、色塊之類的樣式 而且我覺得它都搭配得非常好 就算你不下載來用呢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當作參考的網站 然後Slice Go 還有很特別的地方是 它有For IG的模板樣式喔 你點開Instagram這群就可以看到 它有分成貼文跟限時動態的兩種 貼文的話呢 它是已經幫你裁切成正方形的 那如果是一些有在經營IG社群的小編呢 就很建議大家可以收藏起來 限時動態的模板也很可愛 而且還有就是提供蠻特別的icon 這樣大家使用起來呢就會更加的豐富啦 最後一個網站呢 相信平常常常在做的就是 簡報的它有一定不陌生 它就是韓國的PPT Biscuit 它雖然整體的介面都是韓文的 但是大家放心 它完全不會影響你的操作 而且這個網站呢 其實我們之前已經介紹過幾次了 PPT Biscuit它整體的風格啊 非常小清新 每一個模板它都會有一個大面積的主色調 其他顏色呢 都是一點點的陪生在旁邊 達到畫龍點睛的效果 然後啊 我覺得它們的選色都選得很好 整體看上去 不覺得就很舒服嗎 而它的樣式真的都很可愛 像我個人呢 就很喜歡這種手繪風 你看啊 這樣子跟一般的簡報相比 它就會顯得格外吸睛 另外如果你很常會有數據 要放到簡報當中的話呢 那我覺得PPT Biscuit也會很適合你 因為它的圖表都很特別 不論是曲線圖啊 長條圖 我覺得都設計的蠻精緻的 樣式很多一定可以選到你喜歡的 而且它不像前面幾個網站 就是一個模板就有四五十頁的那種 PPT Biscuit呢 它大概都是十頁之內 但真的就已經很夠用了 相信我 好的 以上呢 就是宇恩這次幫大家整理的 2021最新免費PPT簡報模板藍單包啦 希望呢 各位跟我一樣是簡報酷手的太有了 可以有所收穫 那我也相信大家呢 一定可以把我今天就是介紹的這幾個網站 就是發揮的淋漓盡致的 那不知道大家看完今天這支影片 你最感興趣的是哪個網站的模板呢 或是有沒有其實你現在已經正在用 然後覺得很好用 但是我今天沒有提到的 也都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囉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別忘了幫忙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有記得追蹤電塔上的IG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